坦桑尼亚东部沿海 全国最大的港口 达赖斯萨拉姆 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城市之一 在达赖斯萨拉姆的姆温级工艺品市场 全国各地的手艺人 都会把他们制作的工艺品带到这里返来 做一个这么大件的工艺品 就得是一个工价 最少有点六个月的时间 48岁的张景南来自吉林省 他是这个木雕市场的常客 今天张景南要找的 是一种来自坦桑尼亚边境的古老工艺 马孔德木雕 现在这种木材啊 因为本身就出在莫桑比克 坦桑尼亚的南部 姆托瓦拉那带 马孔德是一只古老的部落 这里的人们是天生的雕刻艺术家 族内的男孩从四岁开始 就会跟随自己的父亲 学习制作木雕 在坦桑尼亚 一位出色的马孔德木雕艺人 至少需要十年的魔力 才能真正出师 传统的马孔德木雕 是一门正在消失的艺术 许多年轻的匠人 已经不再雕刻这种木雕 我接触过几个老艺术家 他们没有徒弟 没有后人学着东西 而当那个 民给这个黑木市场 你们也能看到 纯迎合一些商品化的东西 没有自己的灵魂在里头的黑木雕 张景南对马孔德木雕的痴迷 源自于他的岳父李松华 四十年前 李松华和他的哥哥李松山 来到坦桑尼亚 第一次接触到马孔德木雕 兄弟俩就被这一古老粗犷的艺术 深深地吸引 他们决定要竭尽自己的所能 保护和传承这种神奇的艺术 李松山李松华算是第一代 在坦桑的花巧 他们做得都很优秀 一九九六年 李松山与李松华 在马孔德木雕的发源地 鲁夫马河畔 建立起了一座大型木材加工厂 在那里 他们请来了二十多位当地木雕艺人 为他们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 资助他们完成马孔德木雕作品 在这些艺人的手中 一万两千件精美绝伦的木雕作品诞生了 2015年 李松山和李松华年事已高 两人回到了国内 鲁夫马河畔曾经热货朝天的场景 也不复存在